诶 万德射手 谁帮你中钱拍去了 哦哦哦 我也不知道 没关系 我给你上个护甲 哦哦 红 哦 这是不能笑喂 我真是想笑 好好好 上期我要一万点赞 你们看过来了十六万点赞 真没想到还能再录一期啊 那这一期阵容不一样了啊 我从评论区看到一个观众发来的阵容截图 开局看似还是一样啊 先种这个三个向日葵 然后种上这个啊 树苗给我们提供叶绿素 为咱们后面种植这个繁花守卫 做铺垫 你看这个小树苗 是不是很像一个很美妙的东西啊 长点赞出一万 下期更新不会断 好 向日葵基本到位也种两个树苗 但是这个时候僵尸来了一个顶拔 把他送入梦乡 看到这里可能有观众觉得 这这不还是跟上期一样吗 你太天真了 看我豌豆射手 文明讲礼貌的豌豆射手好久不见啊 这期至最又用上他了 那是因为你看我们的植物卡片里 有一个小帽子 这个帽子不得了啊 有了他之后 我们的豌豆射手的升级速度将会大大提升 你看我们刚种下 底下的这个豌豆射手升级了 所以说咱们这个豌豆射手的这个战力提升和这个养成性啊 效率大大提升 对于咱这样的关卡来说 豌豆射手算是被加强了一波啊 那好 我们现在豌豆射手已经有两排了 那现在就可以陆陆续续的 把这些豌豆射手升级成这个豌豆战士了 同时更重要的是 你看我们后排这个树苗 全部都长出来了 没错了 待会就开始要布局起来这个繁花守卫了 所以说咱们现在放置这个坚果墙 为什么要往前尻这么多 就是为了给咱们繁花守卫腾出空间出来 别看这个铁头吧 现在挺嚣张 但是我一个繁花守卫 但是吧 繁花守卫它需要有一点时间来去攒这个花朵 好好好好 全体目光 效果看齐 效果看齐啊 虽然说现在僵尸来了个阵容非常之恐怖 但是都只是普僵而已 我们现在即使只有一个繁花守卫 也是完全可以应对 但是弯斗射手目前来看的话 它的输出很强啊 尤其是在它这个升级速度大大提高的情况之下 所以咱们略微的改动一下观众投稿哈 我们用三排弯斗射手 一排繁花守卫 节约成本的同时 看看能不能打得更加的稳健 同时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开始放置这个小花朵的这个buff卡片了 你看这个繁花守卫 后面的这个弯斗射手头上 插了两颗小花朵 这样就可以把我们的弯斗射手也转变成花朵类型的植物 每多一个花朵类型的植物 放置在繁花守卫周围 都可以提升它的这个攻击力 哎呀 那现在怎么说呢 就我感觉真的是用这个阵容的话 用弯斗射手搭配这个繁花守卫 感觉确实比咱们上戏要轻松许多啊 甚至说我现在边聊天边去玩 都感觉毫无压力 哎呀 那一年我双手插都不知道什么叫做 汪秋僵尸直接给一排干倒了 哎呀 太稳了呀 太稳了呀 这僵尸完全没有机会突到我的面前 你知道吗 更何况我现在肩过墙 那前面还放了这个土豆地雷 就是这么说吧 我感觉我现在就四个繁花守卫 感觉手起来都绰绰有余了 哎呀 你看 哎呦 鞋头发来了 但是没想到 我中了一个土豆地雷 把它护甲炸掉 这直接繁花守卫配合之上 直接就把它秒杀了啊 然后同时上一期 包括上上上一期 都让我们非常忌惮这个农药 它会喷出草剂 但是这一期完全不用担心 它根本没有晋升的机会 我这么繁花守卫 直接群殴它 用着小花朵 哎 二爷吓我一跳 但二爷还是直接秒杀了啊 那现在思路很清晰 就是这后排的这些个 玩的射手 种一种 生一生急 然后剩余的时间就 欣赏欣赏我们的繁花守卫 看看它是如何狂虐僵尸的 就完事了 你看 这直接一堆繁花守卫的繁花轰击 这就赢了 这就 我这干嘛了 这期 这期我 这也太简单了吧 还没结束 等一下 这什么声音 我来啦 巨人僵尸 巨人僵尸 我这个版本已经有巨人僵尸了 这一路什么情况呀 不是自古一路无巨人吗 这怎么一路抗压了呀 不是 这一路怎么这么强啊 刚疯狂的砸网球牌 然后现在还有个巨人僵尸 我砸 没想能把巨人给砸晕 现在巨人已经开始慢慢走到面 怎么还没碰到我 我就已经把他打得鼻青脸肿了 但是他一个大棒锤 把我这个尖锅箱给锤掉 他还有二阶段 他狂暴了 刚刚还吼叫以前 把我这一堆植物给震晕了 哎呀 繁花守卫要没了 但是巨人你看他脸 你看他还是很开心的 你看他脸都幸福的肿了起来 是不是 非常的红润有光泽 是不是 我后排 打掉了 我甚至还在后排 铲掉一个项目 放了个繁花守卫 我还觉得他能冲到后排呢 哎呀 这跟游戏作者 詹詹萝卜视频里的巨人比 感觉是被大大削弱了很多 我之前看这个巨人 好像很强的样子 目前来看 也不过如此嘛 哎呀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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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巨人太弱 也不是繁花守卫太强 而是我小熊的指挥 太过精妙 你以为这期的新内容 就只有这样而已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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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巨人来了是吧 万能手手非常英勇地 挡在了坚果墙的前面 看了这样的场景 我们不禁为万能手手点个赞 哎呀 哪个坏批吧 万能手手中在坚果墙的前面 真的是坏批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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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们有这样一个小卡片 我们可以给其他的植物 套一层这个坚果墙的这个护甲 所以说我们可以 你看这个坚果壳卡片的效果 以植物为目标进行装备 可以获得20点的防御力 但是你看咱们坚果墙 坚果墙也就是20点的防御力 所以说在某些阵容之下 可以给前排的一些个比较脆的植物 上一上buff 上一上护甲 相当于把前排变成了一个坚果墙 只不过是没有坚果墙一千的血量而已 同时呢 咱们这一期也是见识了一下这个巨人僵尸 没想到我们既然能打败他 我本以为我是完全打不过他的 没想到今天完全没有预料到的 真的遇上了 还真的打过了 好那兄弟们 目前这个植物单人僵尸BW的更新情况呢 就是差不多就这样啊 大家有什么好的阵容 好的这个提议 都可以发在评论区分享分享 然后这个游戏以后还会不会更新 我不太确定 那么咱们还是继续 常用的点赞成一半 下期更新不会断 我这是小熊 记得下期来看 拜拜